你說那個罰錢喔有沒有 他們比較不會怕 我們不是罰 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行政罰啦 在交通的部門是行政罰 那行政罰最有效的 我的意思是說你既然用這個 你就多得犯有沒有 時間把它拉長 你們增加講習的時速 現在的處理方式是如何 一般的一般的這種 你們增加老師的終點費嘛 那對於酒駕的這些 我們也 我們有相關那個 這個酒醉防治的啦 或是去參 相關的那種 去參訪的也有啊 所以說我們在這個 相關的這個講習的這個活動裡 的課程裡頭也做了大幅度的一個 一個檢討啦 所以我們希望 委員會長 局長 那個市長你們講的更具體一點 我們現在處理的 你們是處理這些 老師的終點問你們是提升 但是我們現在更要具體的是說 你們對於這些上課的時速是怎麼處理的 是現在大概這樣齁就是 剛才所提到的 過去酒駕送到財法的部分 因為那個我們現在 建議很滿齁 所以都沒辦法處理嘛 所以在智安會報裡面有談到就是說 過去出案是上課4小時 它現在變6小時 那原來是6小時變成12小時 所以它會跨天 也就是說在那個酒駕的這個 呃 講師的部分 把過去講的部分都把它提高 所以這個經費本來我是覺得都有點不夠齁 就是說 我們希望 事實上在上課的過程中 在過去很多人齁 這個 因為這個會讓他非常不方便 比如說他原來的這個工作 所以他不方便 好 那個趙委員 這樣齁 因為我們如果真的要 要 照你剛剛說的 他怕 講席跟關的話 那講席就要增加費用 這個就不要刪齁 這個就不能刪 建議齁 要修法一下 以後來這邊上課 還自己要掏腰包 講席費要叫他們出 等一下 我來做一個補充舉例 是這一部分補充舉例 有沒有道理 提那個處罰條例的修正案 等一下 以後就要這樣子啊 叫他們自己要出啊 要繳多少錢啊 上課啊 稍微 我建議齁 我建議在那個 顯見上課成效不章的後面齁 要加一些字啊 交通部應 研議修改 這個 處罰條例 是否 加重 加重罰則 行動參車需求 大幅鬆綁 訂出車輛規格安全標準 很多人反應要加重 因為現在已經很重了 可是還是那麼多酒駕啊 那就是你們要去研議 怎麼樣改善啊 改善嚇阻 酒駕 要求全部 等一下 來 林委員 等一下我剛剛聽那個次長講喔 好像說我們這個上課 主要就是讓這個酒駕的犯者 造成他的不方便啦 讓他 浪費他的時間啦 至於上課什麼內容不重要嗎 重要 不然你上課上什麼 公民道德啊 現在不是很重要 還是你 還是你 還是你上課他就淚流滿面 懺悔 上課喔 我告訴你啦 就一直放那個酒駕的車禍給他看啦 這 這一部分我們也會有參觀 所以 所以你這個老師其實隨便找一個就可以啦 你要造成他的不方便 基金會也會去參訪 不是 要很多很多啦 給他看 好啦 預算我支持啦 第34案 我們不予處理 那另外有關於 我們交通委員會 所有的委員 對於酒駕違規造成 人民生命的重大衝擊啊 我們會 在這個會期 來排有關於 酒駕相關的專題報告 會要求部長 局長 還有華為部警政署 來召開 相關的酒駕的一個專題報告 在這邊也要提醒局長 在當年 新北市女消防隊員 被酒駕人士衝撞之後 截肢 那個時候我們交通委員會 是把它 提升到 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 的有期徒刑 然後到高雄 發生葉少爺事件的時候 我在提案 把它變成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現在是目前的一個法令 但是 酒駕的事件 仍然層出不窮 除了重罰 除了上課 還有相關的職勤 取締的方式 以及教育宣導 社會的風氣 其實我們希望 在本會期的專題報告 請局長要提出更明確的一個說明 好我們現在 要處理第35案 35案是有關於 監理業務 業務費的一般事務費 你們有一個 檢證便民 衛民服務 及機關 防復災害演練等 編了327萬 你們怎麼編的 來簡單說明一下 因為你們辦了這個 服務滿意調查報告 你們提供的各項便民措施 是認為整體服務品質又改善了不到一半 各類便民服務中 監理服務APP的認知度 不到三成 那汽車 汽車燃料使用費 已改為每年7月 合併開增的認知度 也不滿五成 來你們簡單說明一下好不好 30萬 所以我跟委會報告一下 這主要的檢證便民 我們大概是會一些偏鄉 這個下鄉服務 這個下鄉服務 我想這個 在很多這個委員的選區裡頭 大概也都有下鄉服務的這樣的一個服務 那另外這個 檢證便民的部分 那另外還有一些是高零駕駛 自我評估 然後駕照繳回的這樣的一個服務等等 所以說 這部分 我們認為是相關的這樣的一個業務會 業務會在做這樣的一個處理 是有它的必要 而且還有一些路老師 道路的交通的一個安全的一個宣導等等的 所以我想這一部分 是不是請委員來支持 好 那就改動一下五分之一 請說 來 鄭委員 欸 局長 你那個監理服務這個APP 你自己有沒有開啊 我已經有反應過 就是說 裡面的監理服務裡面 你讓 因為有些人其實有很多台車啦 汽機車 所以他常常會看 但是他不需要去看到別的縣市的消息 所以你這個軟體裡面的最新消息那一欄喔 你們沒有去分 建立組那個 陳組長在不在 你們最近消息開他去 手機有這個PP 你們做一下簡單的分類好不好 對啊 我手上這個嘛 那陳組長 建立組的陳組長 你打開最新消息 好 你看喔 我們依委員的意見 等一下等一下 陳委員再詢問 好 你去看喔 就是你最近消息打開 花蓮 彰化 祁山 台南 桃園 這個很難分類啊 因為你去看 你去找自己的消息的時候 你根本 一翻下去幾十個新聞 你根本不會去看 找到自己要的 所以我建議你們分區好不好 你們不是照縣市別嘛 有些縣市是沒有監理站的嘛 所以你們就照監理站去 去分類 然後讓他一個一個 那個樹狀圖點下去 比較方便好不好 好 可以可以 好 你們是監理業務嘛 你們可以用你們的監理站 比如說麻豆監理站 什麼新營監理站 用這樣來區分啊 有時候是考量 有些可能戶籍在那邊 車籍在那邊 但是等 車主一定知道自己是哪一個監理站的業務 可以可以 好 不然你最近消息拉下去 好像全國新聞一樣 沒有意義啦 第30萬 冬捷五分之一 然後提書面報告 我們現在要處理第36案 是有關的油價補貼 來 葉委員 這個油價補貼呢 去年你們就說要取消了 那為什麼今年又編回來 我覺得這個 油價補貼不合理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全數刪除 請說明一下 是你們去年就說這個要取消的喔 是你們說的喔 局長你知道嗎 你知道這個事嗎 各位委員報告一下 那個 就是油價漲的時候 那有一個這個就是說 配合這個動漲 然後給予油價補貼那個部分的話 那去年是 部裡面是有研議 是要這個是不是取消 那但是簽到行政院去之後 院裡面是認為說 可以暫時先做一個維持 那這個部分的話 那依照院裡面目前是專款專用 那就是說 如果說油價有回到這個 比如說柴油28 汽油31以上的話 那如果說 要這個動漲 因為客運業就是說 反應到票價的話 如果說要動漲的話 那相對的 這個給予這個油價補貼 那可能像今年就 沒有用到啦 所以你會備而不用的意思嗎 是是是 而且這個 這個經費是賺款賺用 我們 我們也沒辦法挪用 是 那那個標準 你要送給交通委員會 一份好不好 是是是 因為你們本來是答應說要 要取消的嘛 那現在又有編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 是不是又怎樣 好 可以啦 可以讓你放在那裡啦 但是那個標準要一致 就是因為這個 簽法動全身 如果油價漲真的會帶動 各種物價上漲 不過不能說你們 想要補助的時候就補助 所以我們交通委員會 要知道那一套的標準 是 這個可以不予處理 但是請他們送那個標準過來 三十六案 不予處理 我們現在進行第三十七案 是有關於道路駕駛的 不予處理要才是 好 第三十六案剛才 不予處理 但是要請提供相關的書面報告 到交通委員會 現在進行處理第三十七案 三十七案 我在這裡說明一下就是 公路總局是預定明年五月 就要全面實施 實際的道路駕駛 那距離現在也差 要剩半年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這時間也蠻衝觸的 因為我們也看不到我們公路總局這邊 針對實際入考的配套措施 因為我們現在是試辦 已經試辦半年了是不是 那也衍生了很多的問題 所以我不曉得說你們針對 就是說你們試辦的這段時間 所發現的問題 你們有沒有實際的一個配套的措施了 有沒有召開相關的就是研討會了 因為你們跟駕訓班之間 或者是教練之間 應該都要有互動 聽他們的一些實際 實務上的困難 然後來擬定相關的辦法 我們都還沒看到你們有相關的辦法 所以我們也覺得蠻倉促的啦 那個局長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陳委員講的其實我已經有做了 就是應這個駕訓班的要求 他們聯合要求你們去跟你們協商討論 其實我知道進行很多遍 可是呢發現什麼現象呢 請次長跟局長了解一下 就是去了答應人家怎麼做的 到最後也沒有照這樣做 然後人家的困難呢 你們說拿回去研議 到現在也沒有一個結論下來 那所以呢這個要下去進行呢 其實會有很多問題 比如說你要求人家 要求人家協助你處理的 但是呢你們的人員要求 那個人員也沒有給人家公權力 那出事的時候要算在誰身上 等等這其實問題真的還非常的多啦 那我也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因為你們要這樣做 你們就應該要完整 真的已經完整的一個規劃才可以 我現在真的比較擔心的是 你們明年真的下去這樣考的時候 要知道這些要考路考的人 通通都是新手 然後到路上 我現在最擔心最在意的是 出狀況以後的責任歸屬 我再補充一下 我再補充一下 那個主席 就是說因為我上次質詢的時候 有提到一個案例啊 那事後 我們那個經理站 應該是站長嘛 有在跟我補充 那個車禍事故的賠償 最後也不是我們站裡面的公務職主 是好像是我們站裡面的人自套腰包 那個教練車 賠償教練車的部分 所以這個保險的部分 你們都還沒有一套完整的辦法 那另外就是說 我的提案裡面 本來是要求六個月內 我現在是修正為三個月好不好 因為你們明年五月就要實施了 那距離實施的日期就只有六個月的時間 三個月有沒有問題 那我希望你們要趕快有一套 一定要三個月啦 不是 然後要有完整的一個 改為三個月 修正通過 好 我們現在處理第38條 來 曾委員 這個書面報告呢 裡面責任歸屬我要非常的清楚 各種狀況的責任歸屬 欸 次長 然後局長齁 欸 趙偉耀現在38了嗎 是 這個提案主要是 還是我 就我的幾次質詢的內容 希望說你們真的要去徹底思考 那個手機配對平台APP這樣的 到底怎麼樣的環境 才是最適合台灣的發展喔 那讓它可以多元 那但是應該要整合 不然的話你 我不知道次長跟局長 你們有沒有看到今天報紙 今天Google Uber 你們有沒有看到 他買了 他買了蠻多版的報紙 那他主要是說 對對對就是 他要 他要阻止政府這個公路法修正案的2500萬罰金嘛 那這表示什麼 第一個是說你罰2500萬他真的會怕 第二個 他也表示了他不願意納入多元化計程車方案裡面 對不對 那如果他納入多元化計程車方案 他就不會被罰2500萬嘛 所以這個連公路法我們都還沒有在委員會裡面討論喔 他就已經買廣告在對抗政府了 那我們也是我們也不需要他收掉啊 而是希望說我們多元化計程車方案要有效 他這個廣告就是告訴你我不參加 那你們現在的方法是什麼 我不參加嘛 因為他怕你罰嘛 他參加就不會被罰嘛 那所以這個主要是要讓你們知道說 如果你的台灣的這種APP喔 你沒有辦法達到跟他可以對抗的這個遊戲規則 你還是照著車隊照著縣市 跑照著直轄市去做 我剛剛講了 外地的國內旅遊的旅客也不會到台中去下載一個台中的APP啊 那外國旅客更不會來台灣之後 去找台北、桃園、台中、台南、中華民國都不會嘛 所以這套機制是沒有用的 他也不理你 他只要你不罰他的錢 然後再來我認為真的執行下去之後 到最後還是無效啦 你分了一堆車隊 然後分了一些縣市 然後到最後你看 Uber還是違法 然後我們的平台又不被使用 好不好 這個你們真的要好好下去研議啊 這個案子其實凍結十分之一 對你們來說沒有什麼差別 我也沒有要刪你的預算 我講一下 但是我是提醒你們這個方法 你們目前的方案是無效的 好請葉委員 呃 次長齁這個我要跟次長講 我早上也看到那個廣告了齁 我覺得那個廣告是公然挑戰公權力 根本沒有把整個交通部放在眼裡 擺明了還砍破爪說2500萬我賣高 看你怎麼辦 這個真的很惡質啊 所以我覺得 但是我們自己也要長進 就像剛剛鄭運鵬委員講的一樣 你沒有辦法把這個APP做好的話 他就是繼續這樣笑你 嘲笑政府 這個是我希望交通部門 要拿出辦法來 要不然你們還有什麼顏面 所以呢我覺得凍結十分之一太少了 凍結四分之一甚至凍結二分之一 因為你們這個APP要有用要有用啦 至少要凍結四分之一 來那個局長 那今天這個廣告啊 也請你看一下 也請你做一個回應 是不是 我來說明一下齁 我想那個第一個齁 那個鄭運鵬委員所提的全國性 我想在我們的陸政司也可以研究一下 但是現在齁 現在有個狀況就是說 呃 如果是分區 比如說現在現在我們知道高雄 現在是非常配合馬上會有車輪出來 是比較快的 我們很想說 有一個多人計程車方案 這種比較高品質的車隊 趕快 呃 亮點趕快出來 的確有這樣 但是最終齁 我就覺得鄭運提到的是 全國性的 我想請問我們陸政司這邊也 應該後續也 我是覺得這也是有他的道理 就是說 比較全國性他 呃到這邊來以後 你要為了跟像Uber這種來來拼齁 就是說會比較 比較容易使用跟 呃 它的功效比較大齁 那第二個 Uber事實上我們過去在談 多人計程車方案第一個 他過去所談的 他不要漆黃色 這部分在多人計程車已經鬆綁 第二個 在進這服務業 就是所謂叫車平台的部分 他也可以扮演這個角色 他比如說他 扮演像大車隊這種角色 那另外像 小雞的豬潤業這一部 那也可以做 對 市長這些我們都懂了 那我們的 人家今天花那麼多錢 登廣告 我 你也做一個正式的回應啊 謝謝 我們現在就是說 我知道 立委員這邊也有提案 非常這個支持 我們希望說真的這個 2500案 這一個提案 趕快審 真的 因為他一定是怕才會開始談這件事啊 而且我覺得 這個重法 常常 有時候 你各種什麼 道德的 什麼 談判都沒有用 重法真的是 最重要一個部分 我是覺得 以現在 我們覺得 在我們的公路法 跟我們多人計程車方案 是可以 他是可以扮演 去轉型這個角色 但他現在都公然挑戰 我們是建議 這個趕快 然後我們那個 同步在這個 財務標準部分 現在也在進行中 就趕快來動這個部分這樣 好 這個部分 我們就 來 趙偉 撐到 2500萬他如果不要交 他如果不要交 你能怎麼樣 我們還沒有 我們要先給人家修法 給人家 我們交通委員會還沒有辦法 我知道啦 如果修法通過了 通過了 他不理你 你怎麼辦 沒有 你怎麼辦 其實喔 不用2500萬 他現在就是違法經營了 就是一個現行犯 你又能怎麼樣 他現在可以經營嗎 趙立場現在也不行 不行 就是在違法狀態下經營 這比現行犯 過去 要挑戰你 挑戰你公權力 2500萬只是發的比較重而已 你其他的APP 跟他沒有辦法競爭 因為競爭的那個限制 立場不同 你別人怎麼跟他拚 市長 我們招委給你機會 要你回應這個 我們每一個委員說的 都比你更加 你不要這樣軟趴趴 人家就是覺得你沒有用 看不起 你先講好啦 納保納管 那也不會交啦 你要再說明一下 這邊媒體朋友在後面聽 他希望說交通部隊 這個有個態度 因為現在還沒有公路法 還沒有修正 所以你現在是要求 有納保納管跟那個 納稅嘛 這三納你還是要趁這個機會 說明一下 對啊 不然他們是第一個 我剛剛講他的目的是什麼 第一個是 要求你不能重罰 第二個 我也不甩你的 多元化計程車方案嘛 他如果想要遵守他 多元化計程車方案 他今天不用這個廣告 因為他不會被罰到 這個部分你要說明一下 所以公路法 原來最高是15萬嘛 所以他的這個方式就是 反正慢慢跟你算 因為他 從這個駕駛所收到的錢 他是結合可以 是可以置物的嘛 但是我們從2500萬 這個重罰來講 我想說 一個罰則他不繳 那是我們國家整個這個 處理的問題 比如說強制執行 這件事一定要去做嘛 但是我覺得 對於Uber這一種 過去啦 包括最近的UberEats 這個部分 我們是覺得 在交通部的立場 我們非常的強硬 一下去做 過去也是往這方面在走 只是說 第一個是滑者 第二個是 在過去在抓這個Uber 是有他困難的地方 就是說 他需要登記會員 登錄你的信用卡 在這種狀況下 我們很多的 去機查的人 一下子就被收定了 所以他 抓了一次以後 這一個就不行了 所以我們這次也有 這個所謂的 可以 對有一些 檢舉獎金這個制度 當然就是說 整個的 過去我們看到他的問題 就是說 滑者不夠高 抓他不容易 但是當你有 這樣的一個 這個 檢舉獎金 沒有現在還沒開始 現在還沒開始 之前累積6000多萬 都繳了嗎 都繳了 原則上 法了8000多萬 他都繳了 他都繳了 是他都會繳 剛才提到 如果不繳的話 依照我們那個行政 強制執行 就會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但是 因為他是 到罰單快到期了 他就去繳 他就去繳 現在你們要求 Google跟蘋果下架 他們兩家公司回文了沒 還沒有 我們已經出去了 他還沒回文 他打行政訴訟 我們會不會輸 你們有沒有專業的去 他打行政訴訟 我們幾乎都贏 都贏嘛 好啦 那次長 現在既然他連Google 一直都出來 已經兩個業務了 那你們 我上次也提醒過你們 你們可以要求 那個 本國銀行 不能夠接受他們的刷卡 這個你們要求了沒有 那不然你要等Google跟蘋果 等到什麼時候 這個你們應該跟財政部 你讓他沒有收入嘛 會要去要求 主要我也不是要Uber收掉 而是要他被納管 對不對 要他被納管 你就要逼他上談判桌嘛 他今天跟你看報紙就是我不理你啊 對啊 他講了一堆有的沒的 對不對 他納管呢其實 如果你們認為你們多元化紀念的方案 已經考慮到他們的生存了 那應該他應該可以接受 結果不是 對不對 那你就要採取更嚴厲的手段嘛 因為根本也不需要到修法啊 你讓他沒有收入就好啦 這比較簡單耶 拜託請金管會去發文本國銀行 你用你行政法院的判決定驗的案件 去要求說他是違法經營 所以不准夠收他的 不能夠讓他去收消費者的刷卡 這樣不是很簡單嗎 另外等一下啊另外我次長你再聽一下 另外上次我們在交通委員會 部長已經很清楚的說 包括經濟部也有派人來說 每一家如果他是經營的業者自己外送 這個UberEat的部分是可以的 那他現在呢是大辣辣的這個公然不但挑戰 而且是挑釁公權力為什麼 他外送他不用那個外送東西的袋子喔 他用UberEat他自己的袋子都出來了喔 他根本就你所說的交通部說的什麼東西 政府部門經濟部財政部說的什麼 他通通都不當一回事 所以呢這個真的我們要好好處理 我們真的應該如果這個沒有辦法納入規範啦 他現在都已經有實際的這種違法的行為 不納入規範 我們我們整個公權力是崩盤 我們還有還有什麼讓人民可以信賴說 你有辦法處理這種違法人事 跟國務員會報告 我先請教一下啦 這個做事情是要達到目標啦 他現在就賣錢了嘛 我們叫他撤銷 撤銷啦 App上架把它取消掉 現在到現在還沒有進度嘛 阿第二行 來還沒有 什麼時候會回覆呢 這個不潮之在火啊 對 我們只能拿 我跟阿第二行 來 我們是請這兩個Google跟Apple能夠 我們序名他違反我們的法規 那按照他們自己這兩個網站 他的一個政策聲明 違反法規範 違反法規範 他是符合下架的要件之一啦 那當然這個認定 就是要有那兩家業者 他們自己 是不是能夠接受我們交通部 所提出來的這個建議 就是他事實上已經違法在經營 那希望能夠下架 第二個齁 我們應該要求政府撤銷他的登記執照 他公司執照是做通訊業 而不是做教則業跟送餐 所以我們要求去撤銷他的執照 第三個 為什麼他會有生存的空間 他跟司機從25%到35% 司機很願意給他 為什麼 就表示我們整個管理出了問題嘛 就是說他認為司機給他25%到30% 他比當繼承者還好賺 所以他就不要接受你的管理嘛 今天要想半月 讓我們計程車輸去 不用花25%到35% 可以賺到這麼多錢的時候 他這就改變了 所以他說全國一致的APP很要緊 就是這樣嘛 主兄 全國一致APP很要緊 來我再請教一下 你們那個送餐現在到底開幾張單子 有不意思 對嘛 你也是沒進步嘛 18張的 上禮拜來這裡報告都在那裡 就經過一禮拜多幾張 跟委員報告一下 剛才這個趙偉也提到 就是說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他是大蠟蠟的 拿著UberEat的這個 是 所以呢 我們在雞茶的時候 是比較容易的 但是現在呢 因為在幾個我們會去的地方 那個雞茶點呢 他大概都是另外用一個袋子 裝起來 所以就是拿出來的時候 比較這個雞茶上 有一點困難 但是原則上呢 我們還是 因為是在大台北地區啦 所以我們也把 新北 就是 台北所的人力 也一併調到台北市 來做 來做雞茶 市長 局長 上個禮拜三 哪有現在 遭用上個禮拜三的照片 還是遭用UberEat的袋子 他把他的袋子裝在另外一個袋子裡 他已經開始被裝了 11到18就沒錢到嘛 他夠了對不對 因為很剛才抓到11個 就過來 因為他把他的那個袋子收費 他已經沒有那個外觀了 他的袋子裝在另外一個袋子裡面 我覺得關鍵 關鍵可能在於這個 怎麼樣來檢舉這件事情啊 過去他們 事實上這個 剛剛包括這個錢也都說到了 但是第一個是 不高最高15萬嘛 第二個是過去很難抓 很難抓是他 他不是現場 比如說你如果扮演釣魚的角色 你現場護線去把他裝 他不是 因為他是後面透過信用卡去做的 那這位所提到了 能不能從信用卡這一部分 我記得這個好像金管會 已經在花文在處理這件事情 但是 他查稅就是這樣查的 所以應該金管會不會等你們交通部 你們有沒有要求我去做這件事情 有有有 你以為你是主管機關嗎 他既然是違法經營計程車業 他這個收費 他當然是不合法嘛 那也不是逃稅的問題 對 我是覺得他的這種公然挑戰 在 如果我們公路法修正 包括檢舉人這個制度 我是覺得就被很廣 很多人就可以來做這個事 那我是覺得 以這樣的方式就是讓 讓他 因為他說起來 你現在到現在大概八千萬是吧 假如對他的收入是很小的事 所以我是覺得 根本在於這個資化 好 市長 我們交通部 對於所有的乘車消費者 以及對於所有的計程車業者 也包括Uber的業者 必須要更明確的政策態度出來 那在目前這個部分 我們對於交通部 對於公路總局 是持保留的態度 尤其是Uber 我們希望Uber 在我們台灣相關的法令 是要合法的經營 那在繳稅 消保責任 以及相關保險的部分 都要必須進到保護消費者的責任 而且他們要提出 要適合合法的 這樣的一個經營的方式 那在目前的方式看來 他們是一路的自知不理 那政府的威信何在呢 消費者的保障何在呢 那這都是交通部的責任 交通部的責任 今天市長來到這邊 都說這個 立法院要修法 要修法 要修法 你們是我們的養子嗎 都要靠我們嗎 拜託 你們要提出更明確的政策 他就不怕滑嘛 你們也很難抓嘛 這都是重點嘛 那你們要提出更明確的政策啊 不是說修2500萬 就什麼都解決了 2500萬 2500萬不是一道福利 貼在Uber身上 他就不動了 你剛才都提到 剛才委員提到 很難抓 他不怕滑 對 你們必須要提出說 讓他是要合法 符合我們相關法律 保障消費者的 這樣一個政策出來啊 來 那個 次長 各位委員講的齁 其實就是說 Uber之所以這麼看不起 交通部會 行政部門 包括交通部會最大 再來這個經濟部 甚至財政部呢 之所以看不起 就是因為我們的行政效率 讓人家看不起 就像我們委員講的 我們今天如果真的修法了 好我們下禮拜修法給你2500萬了 他會來繳嗎 他會照這樣嗎 他真的現在繳八千萬是因為 對他來講這八千萬是 一 piece of cake 所以他現在給你啦 可是呢 如果你現在沒有讓他覺得說 公權力真的可以動到他 我們就算到時候修法給你了 他還是 還是挑戰你啦 所以我們就算 在還沒有修法之前 你們就必須 還沒有修法 他現在就是違法 就照現在的法律 要嚴格的去執行啊 趙偉有說明一下喔 那個次長跟局長喔 這是我們當初的多元化計程車方案 他希望達到兩個目的 第一個是希望說 Uber在這個方案下被納管 第二個是希望台灣的業者 可以跟他競爭 這應該大方向還沒有錯嘛 那你今天Google的廣告 他顯示了什麼 他顯示第一個 他不想被罰 第二個他不想要納入 多元化計程車方案 第三個他想要繼續做下去 所以第一個要Google納管 已經破功了 那就第二個 我現在擔心的就是說 你的多元化計程車方案 即使各縣市政府 即使我們的車隊車行 計程車司機都願意納入 我擔心的就是他打不過Uber嘛 對不對 你照這個方案 你看外國人一進來 他一定看到一堆 我上次舉給你們看 六十幾個台灣的APP 然後各打各的台灣圖口隊 他寧願去找一個有品牌的 叫Uber 這個就是你們多元化計程車方案的結果 繼續是這個生態 沒有人可以跟他對抗 台灣有些業者有這個能力 但他在你們現行的法規之下 沒有辦法去突破 他只能做公益性的 我不太相信公益性的 可以持久 而且可以打敗Uber 那我也不希望他Uber說 因為你就是頂高空 他繼續跟你違法去做下去 這樣沒有辦法去處理 而說台灣要有自己的品牌出來 然後這個才是你們的目的啊 好 現在請林俊憲委員 趙委建議一下 因為大家對這個議題非常有興趣 我想我們另外找時間 我們還是繼續預算的審查 好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 看趙委如果有必要 我們再拍時間請拿來 我們盡快來審那個法啦 在那個法的時候尋打一下 不然會變成審查了 好 這個部分我們就 招案通過 凍結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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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八 提書面報告 第三十八案 第三十八案 四分之一齁 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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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按照政委員的提案 凍結十分之一 是不是後面提書面報告 提書面報告後使得動之 那個跟委員報告 建議那個 後面最後 最後調數第二行 那個多元化計程車 是不是改成 就直接比較明確就是 那個APP 轎車 的那個平台 因為我們多元化計程車 事實上是 現在已經有實際 像剛剛市政府已經開設平台 可以接受 全國APP 全國APP 現在照競爭 好 叫全國版計程車APP 好不好 好 好 修正通過 書面報告 我們現在處理第39案 是有關於救災車輛的審認 是一個凍結案 請說明 請說明 好 謝謝趙偉 這個案其實 已經講了好幾年 但是一直沒有看到 交通部跟這個是跨部會 另外還有消防署 共同來面對這個問題 也就是很多民間的救災車輛 往往在災難發生的時候 我們都需要來做徵招 那有些也是政府所立案的一些救災團體 包括易消易警 還有各種的民間的收救大隊 但是這些車輛在徵招 往往都是在非常緊急跟急迫的狀態之下 舉個例 像我們這個海邊汐水喔 這個不小心有人被海浪捲走了 可能馬上就要出動這個水上摩托車 但是水上摩托車要怎麼抵達到海岸可以下水的地方 一定是用其他的車輛 把它用拖的用載的把它送到這個地方去 那他在拖跟載運的這個相關的器材配備 本來就是需要建置在這個防災的車輛上面 不是說臨時我現在需要你 我徵召你了 趕快再去車行改一改 等我到這個海邊的時候 人早就已經找不到了已經失蹤了 我們在山難發生的時候也是一樣 他的輪胎可能需要更高一點 因為他要過河 尤其是我們花蓮地區很多的這個山難 都是用民間的救災車輛 都是用民間的吉普車 那只要是不影響到這個用路的基本的安全 他們對於怎麼改裝有什麼樣的規格 我們應該設出一些基本的標準 讓民間可以不然他 他不可能說我們需要他的時候 再跑去改 他平常也要上路啊 平常也要用車啊 可是他的車改了之後 也不影響到交通安全 所以我們這件事情事實上我也講了幾年了齁 但是我們一直沒有更積極的作為 讓這些民間實際要救災的這些他所需要的配備 跟車子上所需要的這些裝置 沒有辦法有效的運用到可以即時的救命的狀態 這個是人命關天的事情 我還是希望我今天會特別提出要動起來 還是希望說我們相關單位 我也知道這跨部會 這是涉及到我們陸政單位 也涉及到消防署 那是不是能夠共同來研你一套這個標準 一套辦法 讓我們防災所需的配備 能夠即時上路 好 謝謝 好 現在請陳歐珀委員發言 好 補中蕭美行委員 我只提供兩年齁 這個提到這個事情 那除了這個緊急災害的一個救災的需求的一個裝置之外 其實他們最大的困擾還是在車輛的檢測的時候 每年那個在車輛在車檢的時候 這個造成他們很大困難 那個有些設備一拔下來的話就不能再用了 這個大家都知道 所以即時上我是建議 就是說如果說有列車的一個救災防災的車輛的話 我們應該管理 然後放框他們這個在車檢的時候 或是平常在使用上他們的方便 那不要動不動又變成 他們救災的人變成被處分的對象 我覺得這完全不符合道理啦 那我是具體建議 這個不要再拖好幾年了 這講不過去 是不是給交通部一個期限 你們提出一個方案來做處理好不好 你們自己的承諾一下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其實委員剛才提到這些問題 蕭委員已經提到說這是多年的問題 所以其實在我們現行的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的應該是 23條的附件事務裡頭 對於剛才講防救災 大家經常會講那些腳盤要去Q的 後面拖架要去拖的等等的 這些設備其實都已經放寬為可以登記 然後不用平常再把它拿下來 那原則上這些規範呢 大概我們也都會有跟消防署 都有消防署它也有一個 類似像這種防救災車輛的一些配備 有哪些配備 只要是那些配備的話 我們大概就會在監禮機關給它登記 是屬於可以使用的 也就是剛才陳委員提到的 不用再拿下來的這部分 所以這一部分如果 是不是還有一些不足的部分 我們可以再跟消防署再來檢討一下 有啦 有不足啦 那我的提案裡也寫得很清楚 目前你們有放寬腳盤機跟這個保險桿 還有閃爍警示燈 但是還有一些其他車輛需要的這個設備 我們再來跟消防署來 譬如說它要過河 它的那個排氣管 它可能要改稍微高一點 那麼或者是它一些車頂要裝置的這個架子 等等的這些 是不是可以再進一步的 來研修實際的需求 那也召集民間的這些 救災單位 他們實際在車輛需求上 比較常用到的部分 一起納入我們這個造冊跟管理 我建議講是 只要是列為這個 救災時候的備備的一些工具 那個用具的話 應該都是同意來設立的 這個我們原理上是尊重 尊重那個消防署啦 它有一個認定的標準 它會把它放在那個標準裡面 對 所以我們來跟它討論一下 所以是不是這裡 委員可以的話 我們就按照委員的提案通過 好 39案 好不好 把那個說明改報告 照案通過 那也請工作總局 對提案委員 要進行相關事宜的說明 說明把它改為報告好不好 書面報告 就是提書面報告 好 現在我們處理第40案 該檢驗標準不一的 相關的一個凍結案 第40案 有沒有要說明的 還是請工作總局說明 這樣子齁 我們很多的汽車配件 例如說 車燈 那除非是照原廠 回到原廠去換原廠的車燈 有時候換了一個其他的 這個效能是一樣的車燈 只是它的可能顏色有一點落差 有的監禮戰就讓它過 有的就不讓它過 有的就不讓它過 那這個標準就有相當的落差 那我們如果說 這個沒有辦法去把這個標準來一字化的時候 一方面也影響到一些汽車配件 是否能夠合法的使用的問題 那你乾脆就非原廠的就全部都進賣就好了 可是我們既然在市場上也存在 各種非原廠的這個配件的存在 那在更換這些車燈或者是用其他廠牌的時候 我們要用什麼樣的一個標準 它的亮度是如何 如果說它的亮度一致就可以了 或者是它的顏色等等 不要太離譜 是大致在一個範圍裡面 我們就所有的這個監禮 所有的這個檢驗站都可以有一些共同的標準 我想這主要是我們要提的問題 因為在實際上執行的時候 確實是有這個用路人因為換了車燈 結果這個檢驗站不敢讓它過 然後它又跑去另外檢驗站又過了 那這樣子的一個標準的不一致 同時也讓檢驗站本身 有時候有一些為難的狀況 那我們是這個部分也納入檢討 謝謝 好 來 觀眾同學說明 議員上我們同意委員的一個 的建議和指教 是不是我們把後面那個提交改善方案 改成書面報告 我們按照把這裡頭所遇到的問題 在這個報告裡頭想說明 還有我們如何改善 小委員可以嗎 好 修正通過 第四十案修正通過 我們現在 要處理 四十一到四十三 四十一到四十三 是有關於資訊管理 以及代監理資訊系統之通訊會 及維運會 那第四十四案是動結案 我們都是併案處理 四十一到四十三 四十一到四十三是刪除案 四十四案是動結案 來 請 主席 來 主席 這個每年將近兩億的費用 在做資訊的管理 我不瞭解是 到底這些費用是做建置 還是維運 或者是通訊費用 怎麼花的錢 是每年都需要購買錢的設備 還是怎麼維修的 怎麼詳細的跟我們說明一下 這個蠻農統的 是 跟委員報告 那個每年1.9億是維運費用 那通訊費是局要自己編 就是三代監理是在104年全面上限的 大概花了19億見他 那根據軟體跟硬體都有固定的維運費用 三年的維運約 每年大概都在2億左右 這個就是已經簽約要付錢的 那三代監理的績效其實非常好 各位委員可以看到 我們每年的契然費跟牌照稅 都是在增加 那我請問一下直轄市或其他縣市 有參與使用我們這個使用嗎 有有有 他們有沒有付費 他們目前沒有付費 都是由公路總局來付整個維運費用 包括六都跟所有都市的公共運輸 財閥都是用這個系統 所以全國共用一個系統 所以維護費用就是由我們交通部來付 對 目前預算是編載公路總局 由公路總局一起來付的 好 那個你詳細說明 詳細寫一個資料給我 因為我現在好幾個縣市跟我沉緊 因為我們這個現在的燃料費用 就是縣市政府要收嘛 那個那個 不是 牌照稅 牌照稅的是不是 各縣市政府要代收 我跟委員報告 牌照稅是另外一個議題 牌照稅是 牌照稅的主管機關 是屬於地方政府 那地方政府他是拿一筆 因為這個稅他要自己去收 地方稅放到地方來 他沒有辦法收 他是委託我們公路監禮機關 有委辦費 那委辦包含人力的費用在裡面 但是他使用這個電腦的系統 是沒有在這裡面 喔 不付 還是可以不收錢的對不對 是 所以委員他像你陳情 是屬於那個人力的委辦 那當然還有機器喔 因為他以後要拿回去 要自己弄 他就自己要去建置一套機器系統 所以這部分我想 我會後再跟委員報告一下 那一個是牌照稅的委託的改變 是不一樣的 我是說這比龐大的費用 我們這個相關的單位要使用的話 應該這個系統要維護好 好不好 曾經有發生錯誤 系統發生錯誤 就誤真怎麼樣 我跟你說啦 這裡都要動四分之一啦 到了院長那裡都會三到五分之一 你動十分之一 你到那邊還是會被拿出來啦 變成五分之一啦 我們要做四分 這個不要用過 前面我為什麼一直說那個 要動四分之一 就是這樣 我在那邊太多次了 那個大圓舟的時候 大家喬成五分之一 你現在動十分之一 你也要再拿來 這樣才會沒面子 好 我們四一到四四 全部凍結四分之一 提書面報告後 使得動之 我們現在處理第四十五案 我們四十五到四十七是要主案處理 那四十五案是有關於資訊電腦 好 來 有沒有要 委員有沒有要說明的 或是 好 那個電腦是 我們是局 統一幫 局跟所屬買的 那都是 超過年齡 太老才買的 那 本來都要買到六百八 六百八十台才夠 都只買了六百台 八百台 對 所以其實已經是 汰換得很慢了 對啦 所以這部分 是不是請委員能夠支持一下 我們改成 書面報告好不好 好 第四十五案 我們動之五分之一 四分之一啦 然後 提書面報告後 使得動之 四十六案 四十六案 四十六案是有關於交通量的調查 這部分呢 我們是不是也請委員支持了 免於刪除 因為這裡頭的交通量調查 它是在交通管理 或道路養護上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基本資料 那相關的一個 我們大概也都以電子化來 趙委員 第四十六案 我們就 不予處理 等一下 你要說明人家 趙委員是說紙本的 你們 紙本的啦 怎麼一天到晚 現在無紙化啦 一天到晚你們就紙本花這些錢 而且編列這麼多錢 很多 我們現在 已經沒有所謂的紙本了 那或許是我們的文字還把它表達在這邊 人家他就不會刪啦 對不對 趙委員 好 本案不予處理 好 現在第四十七案 說什麼 四十七案是有關於公路及監理業務管理 公路養護行政下面有關的公路工程月刊 編了一百五十九萬啊 那你們 我看你們 創看到現在才賣出一千八百九十九本 收入才四萬七而已 然後你 一年要編一百五十幾萬 每期一百八百本 這個跟前面趙委員一樣啊 紙本的現在都減少啦 沒有人看啦好不好 刪一點啦 紙本的減少都沒有 大概現在可能還是有些 要用紙本不會看 不會看手機的 外組都刪啦 欸 幫我沒 放在網路上 趙委 趙委 你贏百八百本的給誰看 網路上也有啦 啊 既然就是說 我那邊去網路看就好啦 那因為 給圖書館 給圖書館 給各個大學院校的那些 對啦 這個才行 因為 少量 少量啦 必須要印刺的啦 對對對 給那些研究生啦 教授啦 都會用APP 三一半 三一半啦 是不是 就是 拜託委 給你衣服擺本夠了吧 蛤 你有那麼多的大學圖書館 不是啦 有有有 還有一些機關 包委還有一些機關齁 我們多 要看網路看得好啊 反白說啦 齁 那些現在都可以用電子檔 我說留一點給你們是 真的這個社會還是有沒有用電子檔的人 所以需要 所以我認為這個很緊張 但是你剛剛舉的例子不是好例子 什麼大學啦圖書館啦 他們還在看紙本 我才不想 沒有人會看這個啦 八百本誰看啦 圖書館 圖書館 他有陳列的部分 好啦三一點啦 紙本要逐漸減少啦 用意就是這樣啦 好不好 三十萬 三十萬 好 三十萬 好 四十七安 我們三十萬 公布監理 及業務管理的公布自行調整好不好 你們雖然自行調整齁 我覺得這個不要讓你們自己講 我們大家的用意就是叫你減少紙本 好不好 是是我們會按照這個原則來看 變子化齁 好 現在處理第四十八案 四八四九 以及第七十二案 請各位委員翻到第七十二案 七十二案是凍結案齁 好 委員有沒有要說明的 主席齁 這個 公共運輸多元推升計劃齁 三十七億 那我想請教 台中VRT18輛公車現在是怎麼使用 沒有再用還是要怎麼做處理 有沒有相關的這個 這個 在當時的計劃 那計劃的改變 到現在浪費多少錢 這個第一個說明 第二個 那有關於 是不是有經過行政院 這個 合定 之後才來編列這個預算 跟我們的 預算法 規定的 是不是有符合 兩點說明 這個計劃時間 好 真的 委員剛剛追尋兩個課題 我想說我先回答第二個部分 就是預算編列的部分 因為這個公共運輸原則上是屬於這個原系性的部分 所以在今年初 部裡面就請運輸所在演理計劃 那整個計劃行政院已經在九月十二號已經這個核定了 這個大概是就是說公共運輸計劃的一個部分 那第二點的部分就是台中VRT的部分 那台中VRT的部分 這十八輛車 那目前這個台中市政府已經完成 就是說 它原來台中大道 因為它十八輛本來是屬於台中市政府快捷公司的一個車輛 那目前它十八輛車子已經完成要委託台中客運聚業 及童年客運來這個營運 那目前已經完成這個簽約 那目前在辦理車輛檢查跟車輛點交的一個作業 那後續 這三家這個聯營公司將會放在這個台中大道高美 這個市地這條路線來做一個這個營運 那原來這個就是說台中市政府這個車輛使用上面 我們稍微有這個延當的部分的話 那目前這個監察院在進行這個調查當中 以上大概 這測量現在還可以使用嗎 可以 閒置那麼久還可以使用嗎 可以可以 可以齁 市政府也招商人 那這個 關於這項的預算你們自己刪嗎 我覺得說你們這樣自己也有責任啊 為什麼這個 問題在編的預算編給他們那麼多 然後他們也沒辦法用 到最後還變成這個樣子 是不是這個計算喔 那個交通部表示一下意見 你們自己要統算多少 我們先請剪刀明委員 我這是第48案 蓋了跟陳委員的49案大同小異 我想這個計畫 你們是延續性的啦 從99年到101年原來是發展計畫嘛 然後到延續102年到101年變成提升計畫 你們改了一個名稱叫提升計畫 現在106年明年開始 你們就又加了多元提升計畫 這名稱大概都稍微做了一些調整 為什麼會做這樣的調整 另外這個公公用書的這個計畫 現在是多元提升計畫 現在除了剛才陳委員所提到 我這邊也有提到 我這邊是三處 我是三處五分之一喔 三處五分之一喔 那有關於這個語言 偏鄉的部分喔 偏鄉的部分喔 這個中巴 中巴的計畫 是不是也在這個計畫 是不是能夠做一個說明 那你們在原鄉中巴的這個 因為道路都很窄小嘛 就現在都用公手的這個接駁 比方說這樣 古川大橋啊 像琉璃珠吊橋 現在都很有名喔 車輛 假如每一個人都開車輛進去的話 會造成很大的這個交通的問題 包括南馬夏 南馬夏這個水運桃季節 是相當 這個遊客相當多 他們那個地方也沒有這個中巴 你們這個中巴的計畫 到底實行的 現在目前狀況如何 是不是說明一下 來交通部說明一下 我大概針對這個 檢委員所提醒的兩個 追求兩個問題 我做個報告說明喔 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是這個從99年到101年 這個發展到102年到105年是提升 那這個下一年度是多元推升的部分 最主要是 因為這個公共運輸的部分 在99年到101年是做這個主體 的一個動作 因為當時這個 國內的這個公共運輸環境 包括這個票庭這些相關廠政的部分 還不是很這個完備 所以這個99到101年第一期的部分 是這個主體 那102年到105年提升的部分 是希望就是說來提升這個服務的品質 是做這個拔尖 那下一期的部分的話 大概就是架構在前面兩期的一個 這個成果上面 那希望做多元的部分 包括服務的多元 就是剛剛這個委員所提到 偏鄉這個反應式的需求 這個部分 希望做一個多元的部分 那第二點就是剛剛那個 中八的部分都是 偏鄉的中八這個部分 都是在這個計畫裡面做一個補助 是是是是 所以我來我講一下 那個趙偉 這個我要建議一下審查的方式 因為那個陳屋破委員的第49案是37億 要刪其中的2億 然後這樣是等於37億讓他們自行調整 但是我們另外65到69案呢 是多元運輸的推升計畫 是逐項來做檢討跟刪檢的 我們是要在前面這裡處理呢 那後面還要再處理一次 應該是應該是要併案才對喔 應該要併案才對喔 好那我們先讓議事人員跟助理先去處理相關的整合 那我們現在休息五分鐘 後面全部都是人 對… 對… 用不同一切 我們… 我們剛才原來要上司是… 是…是…是甚麼 那個誰…誰過來 主任… 主任… 去年那個已經有一個… 補助人… 那時候… 不是喔 對…他有… 差不多是13年之後 又沒有有… 對啊… 沒有… 沒有啦… 沒有…台北那麼多啦 去年3000萬 啊… 差不多70萬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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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在進來… 我要去看那個… 六十五到… 你要講到11億到12億百 你已經推轉不緊啦… 你先把委員挑出來… 那起來… 你應該是… 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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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六到六九… 從不來的期待 在這裡的時候,三個後面有一個洞的時候,一起用你的提案來處理 我幾個大家有經常提到的在這裡頭,我看過的我就講出來,然後看委員支持一下 好像這樣阿 在 conditioning營業公主要跌上 因為現在如果縣、貪、肺、肺30元 因為這個問題是... 其實又難在 因為你那個... 因為你那個... 你這樣都對 還是每樣都怎麼樣 每樣...每樣... 每樣都... 然後失念 一起來... 總算算多了 總算看不出事情調整 事情調喔 這個是之前算出來的東西 對阿 是個案上下 這樣子阿齁 多年非生計劃 所有有關的重錢案 都怎麼樣 然後現在就消掉多少 全寫出來 四八到七十萬 現在都... 所以這個基金 現在... 其他失念的都改... 都改... 四分之一啦 四分之一改失念報告 所以四八到七五 那我等一下... 四八到五七啦 七五啦 四八到七五 對,四八到七五 四八到七五 一ㄧㄧㄥ 的... 一ㄧㄥ 百... 這文案報告的... 我那天有跟... 會演藝區的... 那如果他沒有... 三百一塊... 可以什麼想公眾嗎 有... 有跟委員報告 是啦... 是啦... 我覺得... 我沒有做過 我們做標榜的航空車的計畫道路 本來是要走的 富國路 我們要說 我們要走路 走路 你怎麼會這樣 生活圈的 生活圈是航空車的疏通道路 航空車的連外道路 那一條路 就是放在生活圈裡面 你怎麼說 你說的不來不去 放在生活圈裡面 就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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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政府 現在那條路好像處理有困難 所以要刷 桃六就是這條 對 對 但是這一個部分 對我來說 我們沒有一件 因為錢都 桃園市政府 他只要把他放進去就好 就好 他本來就有這條 他現在是這條沒的 這條沒的做 要做另外一條 我知道 原則上 對 原則上 對 這條路線 要開的 消費應該是要 很困難 我相信 這個 就是過去 也覺得說 日本一大陸 這個 錢做加起來 現在的生活圈 要多 真的是比較 農 兩百萬 您 我們 單紙 重 三 四 馬 四 四 十八 四 四 八 四 六 四 四 四 五 五 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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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大家 然后书面报告后使得动知 好 48到75 那那个 跟计算方式 还有另外第二个是 规划的路线 不能重复 怎么规划 像南马下就那么一条绳道 路线就是那一条 所以你们规定路线就要变来变去 那是不可能的 那这一点哦 这两点 我们看看那一辈子 那一辈子 我们现在要处理 这个很大一笔419万的公路建设改善 419億 對不起 我知道這個很重要 但是比去年多18億6千多萬 這個多太多了吧 要刪多少 先等一下 你們這個相關預算是用在公路新建 橋梁整建跟公路養護部分 那你們相關的工程 常常有進度拖延 然後預算又執行不利 執行率過低等等 而且你們預算編列有過度寬裂的疑慮 我的距離間是3減10億元 那等一下大家討論 其實趙偉也不過分 因為你們增加18億元 18億6千萬今年 18億增加在什麼地方 18億增加在什麼地方講一下 有沒有我們台南的 貓北台的 先講清楚一下 完全沒有 台南完全沒有 所以你要支持我 不是不是 我省到這個有省改的省到改善這個有那個東部地區的 的相關的一個還有現在在進行的很多的這個 台九南回啦或蘇花改善的等等的 那省到改善裡頭也包含了相關的一個改善譬如說 當然這個後續的建設計畫會一直出來啊 那像剛才委員提到的說 說那個 曾文西橋其實也是有相關的規劃的經費在這裡面啊 所以我建議是這個部分 一下三十億恐怕恐怕會 曾文西橋只有規劃啊 規劃會啦 規劃會啦 你這個是已經是 對啦但是規劃要要先有規劃才會有後續的一個 那個公路總局要說明一下 因為行政院剛核定的那個 花東的台九線 是 那個裡面稱為 安前警官大道 是不是這個你要講清楚啊 我來跟 各位委員做個補充的報告 我們 這個 76跟77啊 是整個預算這個部門的一個大項 那到99 都是細項的部分 我看我們是統一處理好了 好不好 那先讓各位委員 來做相關的說明 來再請公路總局來做說明 說明一下到底 選改的細項 選改的細項講一下 趙偉我覺得是應該是 提案的委員有什麼要問的提出說明 不然你叫他一案一案說明 好那個 我先請教你們 我先請教 第79案 是有關於 交通部自行車入網監製計劃跟友善環境的 自行車友善環境入網整體規劃 那 你們這個宣導活動 編了600萬 那比105年 編100萬 大幅增加6倍 來請你們簡單說明一下 跟委員報告一下 那這個部分其實就是明年度的自行車入網的活動 那今年 今年自行車主要完成一號線 那明年的重點其實就是從一號線連接到支線 就是各地方的有機據點的這樣子的活動 所以其實非常需要 委員這邊支持 因為我們所有 這600萬其實是給所有的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去辦 活動用的 那其實是直接投資在地方的部分 然後更請委員支持 趙偉我可以講嗎 來我要講的是 淡水大橋第95案 淡江大橋跟第99案 新北淡水地區 這是我們 當地的呂孫林委員 說的說他跟你們建議跟要求跟地方的這個溝通 不良 所以呢要求凍結 我們凍結是不是 應該是可以凍結啦 趙偉 淡江大橋 那個 那個是不是先 那個雖然因為現在趙偉說要一起處理嘛 凍結案是不是可以先通過 95跟99凍結的 95跟99 好凍結四分之一啦 9599 95跟99凍結案 幾個凍結案 我講的就處理了你說的你處理了這樣 所有凍結案全部都凍結四分之一 凍結案通通是凍結四分之一書面報告二十的動資 好 我這邊這邊 中文哨委員要說回來 那等一下 中文哨委員那個非常重要 我們先處理其他的相關的案子 那個有關於石虎 大家都是非常重視的 我們等一下 統一來來處理 然後我先請教一下 有關於我們這個 我這邊也有 高陸委員先等一下 好我們等一下會讓你做說明 不好意思 第84案有關於自行車的交通事故 A1加A2類 它的建數跟三網人數是不減反真 那我們今年來推廣自行車 仍然都是偏重 陸網的硬體建設 那忽略了軟體行車秩序的建立 為人建立 有效改善自行車 其稱的安全 那個執行方向跟政策 我們交通部實在是要做個檢討 那這個部份來簡單說明一下 等一下我們會 跟大家討論好來 第84案 有關於自行車的 這些事故 三網 委員報告一下 有關自行車的這一個 方案在部裡頭是有一個 自行車推動小組 在那個推動小組裡頭 包含了運援所 包含了本局還有觀光局 所以剛才有觀光局做一些說明 那運援所原則上是一個負責的單位 那公路我們本局呢是負責這個 這個自行車道的這個 標誌標線的 安全的 改善的這一部分 那這一部分呢 在去年我們有一個環島一號線 那環島一號線要 在開辦之前我們也 對於線行 彎道坡道 車道的寬度 也做了一些調整和改善 那改善完了以後他 當然 整體的這個 A1的死亡的事故呢是 比 103年 未實施前是有 減少了23.5% 所以我想這一部分 我們當然還有改善的空間 我想我們會繼續來做改善 現在先請那個高路委員 邊是九十案喔 九十案這裡講的就是 生活圈道路的 補助的各項的必要性 跟審核程序跟公開透明 的相關問題喔 不過這個交通部這邊 公路總局這邊 有回文給我 可是我覺得 你們提供的資料還是不足 主要的原因是 你們說生活圈道路的相關的部分 計畫你們會經過可行性評估環評跟綜合的什麼先期的作業 之後 才跟地方溝通 那這個跟這個 這個就跟地方所要不一樣啊 你們都規劃好了之後才跟地方溝通 再來一個東西 未來 你們要加強的措施是在必要時撤銷補助 必要時的這個條件沒有提出來 以及 裡面有 裡面有關於補助的提案會辦說明會 然後呢列為 補助的審議重點 請問一下 當這個公聽會民眾提出意見 它的效果是什麼 你們這邊也沒有提 會影響到這個計畫嗎 來公路總局說明 跟委員報告 那個我們在 審查這個地方政府提的案子的時候 首先我們會請他辦 提這個可行性的一個 這個作業 那在做可行性作業的時候 其實他一開始就要跟地方要先做 那個 說明會 這個部分 我們都會要 又請那個地方來 我們都會請那個地方政府一定要 按照程序 在辦可行性的時候一定會要先辦說明會 那另外呢就是說 他先行作業部分 我們也要要求說 如果這個 案子有涉及到 環評的部分 也一定要先經過環評以後 他才能納到整個工程企劃來提案 來申請 這個 這個先做個說明 那我們在整個生活圈裡面也有滾動的機制 滾動機制包括什麼呢 包括民眾如果說還有抗爭 或是土地取得有困難的話 我們都每年都會做滾動檢討 如果 這些東西都沒有辦法解決 我們會建議地方政府把這些案子 先撤掉 讓有需要的 這些案子另外來替補 他大概是這樣的方式來做處理 上報告 不是啊 請那個連軍縣委員 謝謝趙偉 我呼籲一下趙偉剛提的那個自信車網建制 你們那些錢裡面有一部分研究會是委託運營所 那個委託費裡面其實一半以上都是人事費 可見運營所也是在委外 那你這樣委託運營所什麼意義呢 我實在是不懂你們這樣的一種研究計劃 運營所等於過路才省嘛 你委託他研究他又沒有在做 他只是在轉包出去而已 那你乾脆你就直接 你就直接 委外就好啦 那個是一個 我們請運營所 報告委員 那個其實我們運營所負責整個自行車入網的規劃 那其實我們只有一個人 那我們 像運營的話大概要 你不要講我問你運營所是不是在委外啦 對我們 你委託運營所然後運營所在委外 那運營所 運營所是什麼抽頭是嗎 說明會 辦30場的那個說明會 還有大概要去憲感 辦就好啦 怎麼還要冷靜辦呢 沒有你那個那個 對啊 這是委託又委託又委託 我們需要 我們只有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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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辦人在處理這件事 沒有啦沒有啦 83案啦 像83案這種喔 你們委託運營所沒有意義啊 報告委員 報告委員 你82月也是運營所啊 你全部都是運營所啊 來 先等一下 先讓 交通部這邊來做說明吧 先讓交通部來做說明 我這邊是不是 統一說明一下 現在那個 全國的自行車網的 他大概是這樣 在我們交通部的這個 紀監當召集人 然後運營所當這個幕僚 所以他會全省 像全省的這個自行車網會去做 然後如果是談好做好的部分 就由公路總結來做工程的建設 大概現在有這樣啦 那目前那個 全島的這個自行車網裡面 碰到最大的問題 就是安全的問題 前幾天我還到南迴公路看一下 就是說那個腳踏車到花得很小 然後旁邊那個什麼 遊覽車沙子車到處跑 所以他有很多是在這種安全上面的 要要處理的 這個課題 那剛才談到那個 林建委所提到 他們因為他們是幕僚 但是的確有一些是 比如說在做自行車 到網要去做一些調查 比如說那個地方有沒有需要 然後那個沿路這個 做自行車道的這條件好不好 這個部分有一些部分 他們可能會 請這個人家去去做一些這樣的調查 他沒有 他沒有委外但是那個部分是說 資料收集的部分 你是委辦啦 委辦 他不是說這個 因為 整個現在 我講一下 因為82 很多啦 都是 我們議員所要委辦的 那你這邊那麼多錢 都是給議員所委辦嗎 全部嗎 有多少 大概總共有多少 給議員所大概有多少 委辦的有多少錢 全部啦 不是這裡啦 因為這樣 全部啦 你今年的預算多少 800 今年800 今年800 一個 只有82月800嗎 只有那個82月800嗎 對 800 800 好 議員所只有800 就對了 包括政委員 這個我們等一下會統一處理 那我們都會參著各個委員的這個說明 那個高度委員你還有什麼要補充 還有就是有關於這個養護的部分喔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們 之前那個 銳港公路 他的養護就是出問題 上一次會看部長他們去會看 就會發現說為什麼底下會淹成這樣 那 其實中央應該要定定就是養護的一個基本的標準 不然的話 地方 銳港公路為什麼會談成這樣 上面看起來都 都 都羞羞補補補的很漂亮 底下掏空沒人知道 那 地方都做成這樣 中央一定要下來監督 那你們的標準是什麼 蕭美 好好 來請蕭美請委員 剛剛高路委員提的這個具體的問題 我再補充一下 這個銳港公路喔 其實交通部每一年從燃料費裡面 所徵收的經費 有分配到地方政府 依照地方省道縣道鄉道的這個長度有 做一些地方養護費用的補助喔 像花蓮縣一年就 一億五千萬左右的這個 地方道路的養護費用 但是這一億五千萬裡面 每一年 據蕭瑟鄉公所所說 只撥了十萬塊 喔是二十萬喔 二十萬給這個 非常 重要 跟地方觀光秀菇蘭西就在旁邊的這個 而且 齊美部落進出的這個要道 只有 一億五千萬裡面 只有二十萬 來做養護 那所以這個是我們要了解 因為這一億五千萬是 我們中央撥給地方 那地方如何使用 當然我們高度的尊重 地方在如何使用 可是難道中央都沒有任何 錢出去了就不管嗎 我們有沒有一個養護的標準 我們有沒有一個後續執行 的一個成效的考核基礎 好那請公主總局這邊說明 養護的標準跟程序來 趕快 是我跟委員報告一下有關那個 部裡頭大概對於每一年 生活圈的補助以後 對養護的結果會有一個交通部 定期會去辦那個養護考評 在那個養護考評裡頭就會提出相關的一個 對於地方政府執行的一個建議 所以有關委員提到這部分 我們在後續的 書面報告裡頭會去做一些檢討說明 好 這個等一下我們會做統一的處理 有關於高路委員的88909697 都是相關的凍結案 這等一下我們會做明確的處理 那也請公主總局 針對關心瑞港公路的 小美琴委員 鄭天才委員 錦東銘委員 還有高路委員在座的委員 要提出明確的一個說明 要跟委員來做 特別的一個報告 好我們現在要進入 我們的 中國少委員 所提有關於 生態保育跟 地方公路發展的案子 九一 九一跟九二 九一九二 九一九二其實都有 互相關聯性 在交通部 在執行的時候 也特別提到 針對於整個生活圈 尤其是對苗栗 我們也知道15是國家的 一級的 保育動物 但是我們最近看到 常常看到15 因為被車輸過快 發生 這種15的死亡 台灣全省現在的15只剩下500多隻 那你們應該從重新去做思考的 就是在整個的 生活圈的一個規劃道路裡面 你們並沒有考量到15的自然相關的資源 要怎麼去維護 這跟你們的四大核心的 永續的生態 其實是有違背的 你們只想到的是把道路都扣寬 然後你們說車輛的流量 到底有多少 我也請你們 請你們統計 到底 是禮拜一到禮拜五的 車輛的統計數多少 禮拜六禮拜天的車輛統計是多少 你們從來沒有一個包括也沒有跟我們提過啊 你們只知道要擴寬因為是地方政府的需求 你們就同意擴寬 在同意擴寬的過程當中包括徵收 包括擴寬 包括 後續的生態的一個維護 你們從來沒有 沒有先做一個 做一個機制啊 這是先前就要做好的一個機制 你們沒做 你們等到擴寬道路的時候發現有徵收 就像剛剛 那個 處長還是誰報告 發現徵收如果有問題 有民眾有 我們再來做後續的處理 不能這樣做啊 你們相關的公路的擴寬的計劃 應該不是這種執行的方式吧 在執行的過程當中最起碼你徵收會不會碰到有什麼問題 是不是要先行處理 當當這些的生態的保護 發生問題的時候要後 先前置作業包括民眾的參與 這些都要讓大家共同來參與啊 但是你們沒有做啊 你們就你們給我的給我的 我們有貼了一個公告 食宿不能超過60 這個叫做保護 保護我們這些 國家的國家這些一級動物的方式嗎 不是吧 公路局不應該是這種方式的一個處理 所以我是覺得說你們是不是應該 好 這個必須要明確的處理 保護 瑞檢的食府是我們大家共同的責任 那當然 地方建設 必須考量到生態的平衡 那 政論部在這方面的確是欠缺的 保護生態 重視生態平衡 這樣一個重要的方向 好 那其他委員有沒有要 先等一下 公路局你們在過關 尤其是山區的一些的道路 偏遠道路的時候 其實是時候到林務局 你們從來沒有做過紅箱聯繫 是時候到水保局 你們也沒有做紅箱聯繫 好 等一下會請公眾總局來做同意說明 現在請陳曼麗委員 好謝謝主席 還有各位委員還有各位在場的長官 我想就是說 其實對於我們要拓寬道路 應該是很多的居民也都很希望 就是說你如果能夠把 道路拓寬了以後 讓大家能夠走得比較快 但是呢 就是說在苗栗這個地方呢 他的 這個道路呢 已經太多了 很多的道路我們都會看到 上面其實是沒有什麼車子在走動的 那但是在這個部分呢 我們就會看到 就是說 你還是不斷的在拓寬你的道路 而且呢 就是說像這個石虎呢 他如果要過馬路的時候 他今年就已經有八起的石虎 在過馬路的時候被陸殺了 所以你在這種情況下呢 你如果是說 不斷的在拓寬馬路 其實你會看到就是說 你並沒有評估 他到底他真正的需求是什麼 那如果是說我們對於 當地的這個石虎的部分 你沒有做好一個研究 然後你對於他的通路 你對於他的這個行的安全 你沒有注意到的話 你就是很多的陸殺 在這個地方會被大家看到 所以我想說石虎其實在我們台灣的數量 已經越來越少了 尤其是如果是說 小石虎他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就被 就是說被 陸殺了 那當然就是說我們也會看到 他就是沒有後代了 所以我們會看到就是說我們在 公路的部分 好像對石虎都一直是說有一個要說 做了評估 要來做這個防護的一些的座位 但是其實好像都還一直都沒有看到 所以我想說在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把這個 評估的部分能夠做得更確實一點 甚至很多的關心的民眾 也可以一起 團體 也可以一起要過來一起討論 到底要設在什麼點 然後他怎麼樣去防護 會是比較恰當的 謝謝 陳委員跟 中委員提出的 都是重要的 生態保育 的一個重要的一個方向 那 生態保育 跟 地方的建設 仍然還是要取決於 生態的重要的 維護跟平衡 喔 不能肆無忌憚的 只為了要 脫寬所謂的 相關的交通建設 而無視於地方的生態發展 那交通委員會 基本上 都會尊重各地的交通建設的 一個推動跟發展 但是交通委員會 還是有重要的原則 對台灣生態的維護 也是我們交通委員會 在推動交通建設的 一個重要的責任 生態維護 我再提醒你 來請交通部說明 剛好我 大概一個月前去 看了那個 三億萬南道 就是那個台式三線的 經過十五那個 替代道路 基本上就是說 過去的確在 地方他們提出 這個需求 那也朝這方面來走 那上次我去看了 就是說 三億在假 假日會塞車 所以他們希望有一個外韓道 這個外韓道 剛好欠到這個 十五的這個 保護那個地方 所以現在 現在因為他在環品裡面 也太多人提到這個課題 所以我們現在是覺得 那個方案比較 是不可行 或許會從 台式三線本身 這個主線這邊 來做一點處理 但是 台式三線的處理裡面 那一天去看 有很多會是拆遷的問題 那當然這又牽涉到一個 這個 公平正義的 這個課題 就是說 我想這一部分在 過去的確在 像十五這個區 是一個課題 我們希望說 這個新政府上任 上任以後 我們希望把這個的 衝突要減少 的確是有一點兩難 有的地方是 希望透寬 譬如說 透寬有的是為了安全的因素 但是透寬裡面 對於生態的保護 這一部分的影響 的確有很多 事實上這個在 像東部也 像東部類似 溝通我想這一部分 沒問題吧 溝通 是不是 你們現在說溝通沒有問題 但是 好 之前有溝通嗎 你們說米蝦十三線那個部分 來 那個 我們在做 其實那個台十三線 在外環 已經也 也大概將近一二十年的時間 那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是有一些 跟地方的一些溝通 那這邊要跟委員會報告 就是說 剛才 委員所關心的那個 石虎的問題 我們 我們會 專案的 針對石虎跟當地的野生動物 會做一個 專案的一個研究跟調查 那 在過程當中 我們也會 請 那個 專家學者 那最重要的還有就是 民間 來召開這些研討會 那 有一些 成果以後 會 當作 後續公路開發時候的一個依據 大概目前不會 以工程 優先 來做處理 應該是以生態優先 來做處理 以後 那我們再來 再來考量工程的一些方案 那剛才在講到 台三三線外環 其實上次 也有拜訪過委員 委員希望說 如果是零方案 也就不透寬的情況下 有沒有辦法用交通工程 或交通管理的手段 去做處理 那這部分 我們也會納到我們 現在目前在做 各個方案檢討的一個方案來做處理 以上報告 這是要專案報告 才能去動這個 你剛剛特別提到台三線的一個過關 其實那是重點是在於那附近的停車長停車不夠 不是因為道路的過關 是因為那兩家的店面生意帶好 才能動這個專案報告 因為那個生意帶好啊 所以假如的時候大家都要在台車 所以不是因為道路人 你禮拜一到禮拜五 所以我才會跟你講 禮拜一到禮拜五就沒有人 沒有車就不會有塞車 只是放假天的時候 為了那兩家面電 然後你就要把整條路再過關 那你倒不如去研議 是不是附近有一些的停車場 對啊 所以才會說 你們生活圈道路 他強調的是必要性跟極要性 那必要性跟極要性的條件 你們有定得清楚嗎 再來就是你們說後面的監督跟所有的程序 沒有一個人民參與之後 他的聲音的決定性效果如何 你們也沒有講出來 我想這件事 這個部分我現在要做處理了 我們交通委員會 再一次的 提醒交通部 我們尊重各地推動 地方交通建設的一個重要性 但是 市府的銳減 生態的維護 也是我們交通委員會 在監督 各地交通建設的時候 一個重要的原則 這個原則 是不容挑戰的 我們要給下一代 一個 基本的生態維護的台灣 這是我們專業的責任 來我來做處理 76到 79案 76 對不起 76到99案 有關於公路建設及改善計劃 我要 具體做處理 3減2.5億 3減2.5億 然後你們自行調整 除了9192 都是凍結四分之一 書面報告後 使得動資 9192 凍結3億 然後 要 專案報告後 使得動資 不是書面報告 只要到交通委員會 專案報告後 可以啦 針對15 9192 凍結3億 然後要專案報告 在 凍結3億之後 要專案報告之前 必須跟 關心的委員 以及 所有 跟 關心這個議題的 相關的 生態團體 民間的團體 地方的民眾 要舉行 要舉行意見的溝通 這個有沒有問題 好 我們就這樣處理 等一下 你剛 這個76到79 說要刪2.5億 這個齁 這個 我希望交通部 你們在做內部的 這個 雲資的時候 因為總的 是400多億 包含我們非常重要的 接下來的 這個花東 這個台 九線的 花東公路的 拓寬 也就是安全景觀大道 那希望這個 刪除的部分 要排除掉 我們這個 花東的 第一年 第一年經費 第一年其實不多 大部分是 設計規劃 這個部分交通部 自行調整 也必須跟 委員 溝通交換意見 請排除 蘇花蓋 以及花東公路的 相關的建設經費 好啦好啦 大家要排除了 好啦就先這樣 好 好現在我們要進行 那麼多錢 400多億 100案 第一把案是最初的第2幕 請說明 來 政府部 這部分的相關的費用啊 是 民眾到了監理所啊 有時候會提供一些 報章啊 給民眾公參閱啦 所以這部分是不是請委員支持 不要 不予刪除 不予處理 好 不予處理 我們現在處理 決議案 等一下我問一下 這個部分 100案的 保管車輛損失賠償 佔多少 這個部分 大概就是 要求說被法院扣押 或者是被警察 留置保管要報廢 目前台北區建立所 只有 辨列2000 2000元 就委外環保公司 就代保管 之後就是銷毀 就是 2000元 這個 2000元 就是 委託 保管 那個環保公司 環保公司是 只有保險費的意思嗎 不是保險 就是保管 就是車輛 車輛假如說 警察扣了之後 要個地方去保管 那個 報費 要 只給他2000元 那個不是賠償費 那個不是賠償費啦 我在問你 我在問你 賠償費 沒有賠償過 對啊 因為你這裡有編列 編列保管車輛損失賠償費啊 我在問你賠償多少 這個多少 沒有 沒有 那你沒有你為什麼編列 這個部分是 就拍賣前資 代保管的費用 就是代保管的費用 有沒有編列這個 如果沒有為什麼要編列嗎 他說沒有啊 他說零啊 零 他是保管費 他是保管費 車輛保管在保管廠裡面的保管費 那如果 那你為什麼要寫損失賠償 你原來科目有寫損失賠償 要查一下 依然實務有錢 實務上就是兩千塊的包管費用 貝額不用 萬一有損失的時候才要賠償 是是是 好 好了 好 好這個部分 等一下那個 相關的 預算我們剛才審查的文字在做明確的整理 然後相關的決議部分 我們現在 暫時休息 五分鐘 讓 決議的部分 趕快跟各個委員 做最後的 做最後的處理 休息 休息五分鐘就是要讓我去聽那個童識公侶問 準備 這邊到站 這邊都站 我上去 Tell you 要加字 休息了 好啦 休息 休息 趕快把決議的文件再多多 外婆 我跟你說 這個沒什麼 就是因為決議會很快 所以 以後在12點前結束了 OK 太難看 我的那個部分 我會增加幾個一定可以的 OK 我先跟你說 這個因為食物的關係 我加121 加秉持環境和諧 頓號 生態保育 這樣 這沒問題 這絕對沒問題 加這樣 但是你等一下要說明這個 130 教您的文字代 130 教您的文字代 教您的文字代 這個不行 這個你怎麼說這個不行 這個可以 這個不行 這個沒有標準之前不行 對啦 不生態補償 這個 這個 這個太麻煩 這個 一下去 大家 都要生態保育 這個標準不知道在哪裡 我們應該可以去做什麼 不是 他的意思是說 他因為他有文字裡頭 你說你不做你就要把他刪除 要不然你 你不做你就要把他刪除 要不然你 你說你不做你就要把他刪除 主角都是很MIME 才來多多接受 就是沒有接受 不是可以接受是接受 我們得開指定 指定 有健全該要求 我 那個 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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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動 動不動 要動不自行 我們現在培養在這一箱 對,對,對,對 對啦,但是這樣,這樣可以 跟你說啦,現在大人要蓋 書面要報告跟書面 怎麼有道理啦,現在小人也不用在這裡蓋 主機關、主管機關都一樣的東西 這樣就要好緊 這都是做形式的 這都是做形式的,所以不重要不要浪費時間的空間 這就是我昨天講的 那是很重要的,光輝影響到你們的就不差啦 剛才有跟你講的,我改就不要掌握 規定標準邀請鎖屬,鎖屬要進 這就不用鎖屬 有信任要改啦,主管機關跟補宿機關不是一樣 你不是主管,你會去補 小地方就不用蓋了 沒什麼依靠 對啦,請他們來一下吧 這個,這個,這個 找那幾個有改的那個過來啦 那個真的有,連我自己看起來都 就覺得很好笑 很好笑 好啊,我都打到了 把你先走了 一號 這有什麼 正貼好 那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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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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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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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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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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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谢谢 我们 我们 对我们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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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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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